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运最旺 工作斗志最强 同时赚钱意愿也最高的笔画术 又称为首领术 在姓名的人格或总格中 有这些笔画术的人可以说是天生的工作狂 也会不辞辛苦地努力赚钱 不管是男性女性都是财运最旺的 32画是二系列中财运最旺 但是相对来说属于轻松尽财或是运用脑筋 人系业务销售动口的方式尽财的 对于男性来说赚的是轻松钱 对女性来说是第一名的吉祥笔画术 23画是三系列中很容易就赚到钱的笔画术 这类人很容易满足 基本上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得到很好的成果 24画是四系列唯一的大吉祥 此树一切艰难皆可顺利通过 而且财略谋志出众 白手起家 财员广进 晚年富贵 35画是五系列中财运最旺的 和32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是属于轻松尽财或是运用脑筋 人气业务销售动口的方式等等 尤其对于女性来说也是第一名的吉祥笔画术 16画是六系列中最大吉祥 有首领命 获财授福三德之术 新地人后财运很好 常在高位 若获群众支持 则能成大事业 37画是七系列中财运最旺的 但是相对来说属于辛苦劳碌的命格 这类人能够用不怕艰难的方式来尽财 也是很容易获得成功赚钱的笔画 48画是八系列中财运比较不错的 此数为德卦 大力老师 顾问等职业 充满智谋才华 能助人成大业 有德有信 功名利达 可受天赋之财富 29 39画是九系列中财运最旺 比较属于运用脑筋 智慧 劳心不劳力 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来尽财的 对男人来说 也是很容易成功赚钱的笔画 名字是陪伴人一生的称号 从世俗看来 名字代表着人的德行和寓意 好比佛家弟子们常念的阿弥陀佛 虽是名号 但长期持念 却能善化心灵 从而影响你人生的决策 一 事业 事业是一个成人的标配 好的事业虽不是名字主导 却也和名字息息相关 好的名字往往给人以各种时空灵动暗示 不仅具有使自身生命增光天才的实际意义和价值 更会有一种能够使自己积极乐观 催人向上的奋发精神 二 财运 在五行里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例如牧生火 如果名字的五行属牧 则牧火望 这不仅能平衡运势 也能达到大望之命格 三 感情 姓名决定了你对异性的吸引力 好的名字不仅能让人记忆犹新 也会增强吸引力 如果你名字中的字跟异性的生肖相匹配时 很有可能会一见钟情 四 健康 身体是一个平衡目 当你的平衡目被打破 你的身体就有可能出现异样 如有个身子骨弱的孩子 若你给他取了一个秀气的名字 那他很可能成长为一个弱不经风的人 反之 孩子身子弱 但名字响亮大气 其发展方向也会偏向健硕的一面 若想更加清楚了解自己姓名的优劣是 还是需要从具体生成出发 想知道你姓名中隐藏着哪些信息 不妨通过我讲的方法测算一下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使我最大的动力 有好的建议 欢迎留言评论 下期再见